小雅轩新专辑《我爱我》发行短短两周时间就勇夺各大排行榜冠军 唱片公司今日特别为他举办庆功记者会 更送上双蓉花瓶 祝他龙年事业爱情都顺利 这次与新专辑一起发行的微电影《一百分的稳斥资千万》 涉及一夜情 姐弟恋等争议话题 艾奥瓦对此表示 里面许多情节都是自己亲身经历 其中的旁白也是自己的感想 看了这个一百分的稳的微电影就会知道 因为我里面有非常多的旁白 不过真的没有一百分 但是有非常适合非常对的 对 我相信 对 对 都有经历过 所以它是我自己还蛮有趣的一种荧幕上的不一样的演出火花 这样子 一百分的稳中 好友杨锦华与前男友王阳明都与LY有吻戏 被问到与谁拍吻戏比较尴尬 他则笑称杨锦华主动的让自己吓到 而对王阳明他则表示 二人感情只是友谊 也不排斥有更多合作机会 坦白说跟好姐妹比较尴尬 真的因为 你知道就是 他在里面很主动 警华在里面主动 所以我有一点就是被他想到 可是因为导演希望 我就是要真实的去反映我的性格 所以没有太刻意去要说 你这时候应该要像怎么样 我们最后有一幕其实是一起大喊 在天空中 喊一些女生常会喊的话 这样子心里面的OS 然后我们两个是真的就是在喝啤酒 就是彼此之间就是 因为也是最后一个镜头 然后大家就是很放松 在里面真的跟景华一起的感觉真的很棒 我希望还有更多跟他一起的机会 我们同一个经纪公司 那其实有很多好的作品 如果有好的机会一起可以同台演出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那不管是大家觉得说在萤幕上 是不是有一天我们会一起合跳舞 所以不定 因为合作艺术其实就是一个 很好的有情的一个见证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不用想太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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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